马上就是端午节 有小伙伴说买了一些花椒想做给家里人吃 但又无从下手 那今天就来分享几道适合夏天的花椒食谱 有炖汤 有主菜 有甜品 清爽 不油腻 滋补 燥热 大家记得要收藏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首先选花椒的时候要选这种完整度高的 可以通过关照 看看纹路是否自然 如果看到花椒很浑浊 没有什么纹路 那很可能是人工椒 最后用花椒互相敲击一下 听一听声音够不够清脆 声音清脆则代表花椒足够干身 接下来我们把花椒泡发一下 容器要用干净的玻璃器皿 泡发的时候记得用纯净水 这样才能避免花椒吸附异味 我们加满纯净水后先放到冰箱浸泡一夜 第二天拿出来直接上锅蒸 可以在下面垫一片姜 这样蒸出来就没有腥味 蒸好的花椒我们继续放入纯净水里泡发一夜 这样花椒就能发得很完美 而且在泡发过程中最大程度减少胶脂的流失 给大家对比一下泡发前后的效果 如果你是经常吃可以一次泡多一点放在冰箱冷冻 这样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化冻就可以了 今天的第一道菜来做一个清爽鲜甜的汤品 苹果 椰子 瘦肉 鸡爪 炖花椒 夏天做炖汤我很喜欢放一些水果 苹果不用去皮洗干净把心切掉就可以 椰子肉我们切薄片 椰子水保留起来待会还有用 猪肉用的是猪斩也就是猪腿里面的鸡肉 这个部位不会油腻而且酒煮不会柴 和鸡爪一起焯水后洗干净 另外准备半个蜜枣两片姜和几个干贝 全部放入炖中最后放上花椒 加满矿泉水或纯净水上锅蒸炖两个小时 这道汤喝起来非常的鲜甜 软软糯糯的花椒 融入了椰子和苹果的香气 吃起来清新没有腥味 如果你夏天胃口不好喝它肯定不会错 接下来第二道菜我们做一个茄汁菊花椒 首先准备几个番茄在屁股切十字花刀 用开水烫一下就可以轻松去皮 接下来全部切碎待用 如果你懒得去切番茄 也可以直接买一个新姜番茄罐头 接下来准备半斤虾 把虾肉剥出来去掉虾线 虾头剪开把虾味去除 热锅下油放入红葱头或者洋葱 把虾头和虾壳放进来 慢火煸炒出香味 沿着锅边淋少许白葡萄酒 去腥的同时激发虾的鲜味 加入开水煮十分钟 用滤网过滤出来 就做成一碗简易的虾汤 下一步找个砂锅 热锅下油 把蒜蓉下锅爆香 接着把番茄放进去 加入一勺番茄酱 炒到番茄全部变软 就把虾汤倒进来 接着加入糖 盐 生抽来调味 夏天要多吃点番茄 它里面的茄红素非常有益 不过茄红素是脂容性的 必须要用油炒一炒 这样肠道才能吸收 加入少许淀粉水勾芡 把酱汁调粘稠 就可以将虾和花椒放进去 盖上盖子焗一到两分钟 接过后撒上香菜和胡椒粉 OK搞定 花椒的Q弹 番茄的酸甜 虾的鲜美 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非常的开胃 用来拌面或者拌饭 简直是无敌 但如果你觉得刚刚这道菜太复杂 那接下来这道沙茶 包汁 菊花椒就简单很多 首先准备一些花菇 充分泡发 泡好之后用力积一挤 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去掉 等一下才能更好的入味 把锅烧热加油 先把料头爆香 这里一定要耐心一点 把材料全部煎出香味 下一步就把花菇放进去 同样保持中火把花菇煎到表面变焦 之后我们倒入一碗蜜汁酱料 里面是沙茶酱加 包汁 糖 盐 蚝油 生抽 胡椒粉调制而成 一下锅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香味 这时候沿着锅边淋一点花雕酒 让它们香上加香 全部翻炒均匀后加入开水 盖上盖子焖20分钟 经过这样焖煮 花菇会非常转嫩而且入味 最后我们把花椒放进来 一起大火收汁 一道香气适宜的沙茶包汁焗花椒就搞定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 就是米饭一定要管够 哇 这个汤汁真的特别下饭 如果你不喜欢吃花椒 也可以把它换成炸猪皮 同样好吃 待会一定要去尝试一下 诶 干干的椰子水你们倒掉没有 现在拿回来做一个甜品 莲子百合椰汁牛奶炖花椒 莲子百合提前给它泡转 如果怕苦可以把莲子芯去掉 不过莲子芯有清热的作用 我一般不会去 红枣切对半去核 跟花椒一起放入炖中 加入一半的椰子水 上锅炖两个小时 做牛奶炖花椒 千万不要把牛奶一起放进去炖 因为牛奶经过长时间加热 营养就会流失 正确的做法是把花椒炖好 出锅的时候再把牛奶倒进去 这样既好吃又有营养 Q弹的花椒在淡淡的椰香加持下 味道更加的清新 而且莲子百合有清热安神的作用 十分适合夏天来使用 如果你买的椰子水足够甜 甚至连糖都可以不用发 如果是夏天吃的话 你还可以拿去冰箱冷藏几个小时 拿错了后你会发现 它凝固成了果冻状 这就是花椒冻 吃的时候可以再加一点糖桂花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 就是冷藏后花椒的腥味会比较明显 所以你如果要做花椒冻 蒸炖的时候记得要加几片姜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观看 我是马蹄 我们下期再见